买经理 你干什么 老板 你家里人啊 你有事没事 干什么 老板 你能借点牙膏给我吗 不是 你这么大个经理 你牙膏也给借 你买个钱是怎么的 我这不对你忙吗 忘了买了 行吧行吧 等着 就在这等着 谢谢老板啊 等我买了再还你啊 不用还了 这水果你不吃了是吧 我新买的我怎么就不吃了 给我放下 我以为你不吃了 我给我牙膏吃了 我牙膏肯定爱吃这个 那我拿走了啊 谢谢老板啊 你没 你没事没 老板 你在家呀 还点牙膏 不用还了 你快拿回去吧你 好久不还 正经过来 还你还你 你干什么 哎呀 这个干脚味道不坏啊 那个老板 我拿回去尝一尝 尝得好的话 我自己买点哈 你真不客气是吧 那你都拿回去得了呗 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 是不是 嗯不可能 都打开了 谢谢老板 我等着你 又好老板 这在家喝什么好东西呢 可姐没啥呢 这样你可喝不了吗 为啥 喝辣肚子 我还缺了聪明的 哎 有人 哈哈哈 你干什么嘛 经理啊 你这 那好口水我怎么喝呀 你不喝是吧 你不喝我喝了啊 嗯 哎呀真甜 嘿嘿 不是老板 你不是说 喝了这个辣肚子吗 我怎么什么感觉你们有啊 哎呦 哦 老板你家厕所在哪啊 这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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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干嘛 你家为什么要没纸啊 我家的纸啊 是进口的 五十块钱一张 啊 你做的几件是吧 你用不用吧 还行行行 你用用用 来我买外皮啊 我给你点毛皮了啊 行 抽到了等着 我让你占便宜啊 有人 看我怎么治 不是老板 你快一点啊 来来来呢 来 哎 哎 老板 哎 你家这个紫果然是进口的 够进了 厉害吧 厉害啊 喝了 我走了啊 走走慢点啊 哈哈哈 你又骑着个小破车出来干嘛呀 我不是不让你买单了吗 老板 你公司那么多事等着你处理呢 你快回去吧 别老跟着我 我就要跟着你 我就要跟着你 哎呀 你去 给我拿两个汉堡 一会儿送到我家里 行 一会儿做好给你送过去啊 送你家里啊 啊 谁啊这是 客户啊 你就卖个汉堡 你还要送过上门啊 那日运客户要求的不是吗 客户要求 他要要求你搓背 你还得去给他搓背啊 你说什么呢 再说搓背我也不会啊 真的是 你可真行啊 小冬 我发现你真是死心不改啊 你就 你就摆个摊 你还顾得上美女了 你说什么呢 老板 你听我解释 哎 哎 哎 老板 来个汉堡 好 就是他家 就是他家 他家汉堡不干净 我跟你说吃了又 拉肚子 不要了 哎 不是 我家汉堡干净 不要了 不是你别听他说 哎 都怎么了 老板你干啥 肚子疼 老板 你是不是还在为刚才那女的生气啊 什么呀 肚子疼 哎 都别摆他家汉堡 哎 老板 他是住我隔壁那老头的闺女 那老头一个人在家 他晚上不爱做饭 那他闺女就每天让我给他送个汉堡 嗯 再说人家小姑娘都结婚了 真的呀 真的 那我无比你了 我无比你了 哎 这让你闹的 你今天这生意怎么干啊 我没事了 别装了 好 回去吧 误会了 哎 哎 老板 你这一弄 我这今天生意怎么干啊 那你也没说 我也不知道呀 行 正好 今天收摊吧 我也饿了 咱吃饭去吧 真的啊 那我请你 你 你又要钱干嘛呀 你不会又跟朋友玩游戏买皮肤了吧 嗯 没有 真真没有 那你要钱干嘛 老板 反正你要有的话 你叫个点呗 借 咱俩之前说什么欠不借的呀 行 我给你转就行了 差多少 给你装五千够不够 嗯 不大股 五千还不够 嗯 回来你干嘛了呀 哎 就是前段时间 借来点钱 跟朋友一起干生意 然后赔了 赔了 赔了 小东 你拿我当女朋友了吗 啊 投资这种事情 你不跟我商量商量了吗 嗯 没有 你听我解释嘛 你 你要是有钱 你先借我点嘛 他不是借不借的问题啊 我是女朋友吧 是啊 对呀 我是女朋友 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那我不也想着以后 让别人都看得起我吗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那你也不能 那你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做主呀 哎呦 反 哎呦 反正算算了 你要不借的话 那咱们就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怕以后要账的找上门给你添麻烦 啊 小狗你 老板 你干嘛呢 小东咱来放在那呢 我想要就放这儿来的呢 啊 找那个干嘛 还钱呢 我说你弄着干嘛呢 你赶紧去看看咱俩那两个车子卖多少钱 这加上我卡里的 来 卡里的钱价钱那天得有四百多啊 还钱应该够了 老板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小东你什么意思啊 你 你不拿我当地女朋友 还是你觉得我只能跟你 享福不能跟你共苦啊 没有 那你弄着干嘛呀 你赶紧去啊 你快去啊 你在这干嘛呢 老板 我刚才逗你呢 我开玩笑的 逗我的 嗯 不是 你是怕我担心 故意骗我 骗我的吧 没有 我就是看网上那些人 都这么测试女朋友 老板 我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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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测试我的 嗯 不是 小董 我对你的爱还不够明显吗 明显 明显 我 我错了 老板 我以后再也不认了啊 老板 你抱 抱一下 你以后别骗我的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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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还是你懂吗 来 这边 把行李又不是外人干什么 嗯 我想预支一下工资 你 你工资都预支完了这个月的 那我就预支下个月了 哈哈哈哈 下个月 不是 小董 你不是预支工资啊 你就是请假 老板 你别预支给他 嗯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小董 我今天晚上去参加同学聚会 我不得收拾收拾自己吗 哼 就你这样的 还有收拾啊 你别忘了 闭嘴 收拾啥呀 你不挺好的吗 不就参加同学聚会吗 你 你不知道啊 老板 我那帮人同学特别爱攀比 而且各个混的都可好了 你看 我我我我这让事去了 那不是给公司丢脸 给你丢脸吗 你同学之间有什么可攀比的呀 再说了 你其实有机会比他们更好的 就是看你能不能抓住 嗯 什么机会啊 这样的话来找我啊 啥意思啊 好好想想吧 啥意思啊 老板 啥意思啊 哎 老板 老板 这么晚找我出来干嘛 排你出来当然是有好事了 好事 什么好事啊 来 过来看看 不会是让我加班吧 我告诉你我可不加班啊 也不是 来 看看 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 给我准备的 嗯 给我准备这干啥 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今天不同学聚会嘛 嗯 你带着这些去够不够有面子 这 这 这有点突然嘛 这有什么呀 算了算了 而且这不大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带着这些礼物啊 你再带上我 带你 带你去干啥 今天 你是老板 我是秘书 行不行 湿 Life 这天很不爱 怎么办了 上车 还赶紧 Alfds